嗨,大家好,我是windgroup30车行的华人销售代表流套 今天在这里呢,教大家两种帮助您连接您的蓝牙的方法 所以第一种呢,然后就是我们在车上能够看到的 这呢,是比较新的一款就是操作面板 在这个操作面板上还有一个phone button 当您按下它的时候,它会有几个选项 这一个就是您需要选择的第二个 当出现了这个提示语之后,您会看到一个passkey1212这两个 当您打开您的手机之后 在您的设定栏蓝牙处选择打开,让它重新搜索 届时呢,您将会在这个other device里面 然后看到本车 轻轻点击它 1212 同样1212 点击配对 这时配对会完成 当完成配对之后 这里会显示 您可以选择是或否 这将是最简单的一个帮助您的手机 然后连上 Mitsubishi蓝牙的一个过程 当然有的车型没有这项新的功能 这时候我们需要用本车自带的voice control 也就是声音控制功能 然后来连接您的蓝牙 所以第一项应该是在安静没有驾驶的情况下保证您的安全 点击这个按钮 等待它说出所有的这些选项 所以您能够听到它会给您一个四位密码的提示 这时候我们就要在您的这个蓝牙选项里面 找到这项设备 输入 2445四个不同的数字 点击 好的 这样子蓝牙配对就完成了 请问您现在提示 这一个蓝牙配对 sup 那么那就 toggle 那么 你可以 其实 所以